最近几天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一件事情 那就是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找到无人机空袭被迫停查 此事件在引发国际油价狂飙20%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局势的混乱 怎么看这次袭击事件 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不就是实价无人机 怎么能闹出那么大的事 让世界油价波动10%到20%波动非常大 其实市场之所以反应剧烈 并不是只是因为这次袭击 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期 无人机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 各方都能掌握 以前大家关注的是货而木之海峡 伊朗会不会封锁货而木之海峡 美国怎么反封锁货而木之海峡 当时主要担心这些 这次手段翻新 从根源上我不占袭击石油船只 改变目标去袭击油田和炼油厂 而且使用无人机 并且这个无人机归属 至今都没搞清楚 这里本来就带有极大不确定性的中东城市 又平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它是一个全新的力量 它的出现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手段 对能源基地造成的威胁 对全世界油价及全世界经济复苏所形成的重大影响 这次事件凸显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 当伊朗也在充分地向世界提供石油的时候 袭击沙特并没有多大意识 你袭击沙特愿无人机炸了油田 炸了炼油厂 对国际油价没什么大的影响 因为伊朗还在向全世界供油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在全世界分杀伊朗的石油 结果沙特就一家堵大了 沙特出现闪失 全世界的能源市场便无法承受了 从此次袭击事件可以看出 就是由于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境遇 要求全世界禁止购买伊朗石油 才导致这次袭击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些英国链说牵涉的东西非常复杂 不要以为就是恐怖分子行为 美国毫无干系 正是因为美国退出伊核条约 把中东的形势搞成这样 并且要求各国分杀伊朗的石油 沙特的石油才显得极其珍贵 现在沙特的炼油厂被袭击 沙特石油减厂引发全世界油价剧烈动荡 此前在美国砍断了伊朗石油出口之路的情况下 沙特石油垄断全球很大的份额 这次实价无人机之所以能把全球石油价格炸得宽飙 正说明美国才是真正的试作云者 那袭击似乎并没有结束 普赛武装军方发言人沙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沙特安美公司依旧是该组织的目标 下一轮袭击随时都会发生 难道类似的袭击才刚刚开始还会有下一轮吗 我觉得如果不加防患的话 下一轮袭击确实很可能发生 因为如果是一次失败的袭击 发誓还要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但它是一次成功的袭击 然后宣称还要继续 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 因为组织者看到对国际优加 对全球市场的劳乱都达到如此程度了 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 便不由自主地想再投掷一遍 所以我觉得暂时发生类似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 并且其实它已经开了一个头 用无人机袭击的作战模式已经开启 沙特安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而且这无人机到底是谁的 现在都搞不清楚 胡晒武专说是他的 美国说是伊朗的 扯了半天都弄不清楚 无人机的特点就是来无影去无中 它没有任何标识你说是谁的 谁在操控着无人机谁都不知道 这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这不再是传统的袭击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 看不见的战场正在博弈 而且未来会变得更加激烈 尽管胡晒武装很快宣称对时赤负责 但特朗普政府仍然将矛头指向了伊朗 坚称是伊朗在背后捣鬼 并且扬言炮弹已上他 要为沙特出头 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不过最善于变卦的特朗普很快又改口了 说经过中和考虑 美凡希望能避免开战 美国这摇摆不定的表态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战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 我认为发出威胁是一回事 真的采取行动是另一回事 上周战争狂乱博尔顿刚下台 大家甘输了一口气又发生这个事情 很多评论家 彭培奥现在代替了博尔顿的角色 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娇小 当然特朗普刚刚开始口气也比较硬 最近又缓和了一些 到目前为止 美国所发出的还是威胁 采取了行动没有并没有 因为对美国而言 你要做可以 你要提供一个充分的证据 让全世界相信你 如果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你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 你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确实是伊朗袭击的 你能提供证明吗 到目前为止 发言最强硬的彭培奥 除了谴责没有任何证据 俄罗斯已经强硬表态了 坚决反对用无人机袭击石油设施 这种行为 但是俄罗斯也坚决反对 把这个事加以恶化 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德国表态也很快 德国外长表示 德国并不战成 用战争的威胁来解决问题 双方要降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独立动物不太可能 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 牛皮可以吹出去 但实际上它不行 特朗普对伊朗先强硬后妥协的一幕 我们也并不陌生了 今年6月20日 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 当时美国媒体报道说 特朗普本来已经下令 打击伊朗多个雷达战和导弹阵地 美军战舰和战机都已准备就绪 但就在行动开始前数个小时 又取消了行动 特朗普一而再再而生的 出了反而的举动 伊朗世界看清了 它惯常极限施压的套路 当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转机 两个国家和谈的可能性就变大了 前不久朝鲜半岛局势 紧张特朗普和金正恩对马 双方使出导弹威胁都要拿核武器 把对方轰掉 弄到高峰的时候突然间美朝关系缓和 伊朗问题也是这样 全世界今天谁想打仗 你说伊朗想打 伊朗绝不想打 伊朗是防御性的 美国是攻击性的 你怎么攻击 你在人家门口周围部署军事基地够吗 美国的行动还没有开始 沙特等国就撇金与美国的关系 意思是将来如果美伊战争开始了 伊朗打美国就行 别打我们 我们跟美国不完全是一路人 他们也怕伊朗报复 美国打完不论胜败拍屁股就走人 但是他们长期是伊朗的邻居 更何况这些国家中除了沙特的财力强一些 其他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伊朗较量 伊朗同他们是长期的邻居 你能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吗 你抹不掉 抹不掉将来就是麻烦 而且特朗普还给向伊朗开仗附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沙特必须出钱才行 我认为特朗普首先是个山冷 他和谁都要做交易 特朗普想跟伊朗做交易 怎么交易 就是抬高架吗 或者是战争威胁 真打吗 特朗普也不想打 不打想怎么办 就得营造一些我能够下台的台阶 比如沙特你被袭击了 我替你打伊朗你出钱 沙特能出钱吗 沙特说你美国是世界老大 你是世界警察 哪有一个城市的警察 为了维护治安 让这些受害者出钱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沙特肯定也不愿意 不愿意我就打不成 特朗普就有一个很好的台阶 不是我不想打 是他们不出钱 所以我不打 从媒体上看 好多人还在劝 劝美国要清醒 劝美国要冷静 劝美国不要对伊朗 采取军事行动 我说你根本不用劝 他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 怎么打战争理由呢 战争物质呢 军队呢 装备呢 资金呢 这些都没有到位 牛皮到位了 顶用吗 不顶用 拜祭 不顶用 剪瑕 掌 6 5 5 3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